今天基隆也再增六例的確診病例 尤其呢 前一天新增病例 有一人是高中生發病前 曾經去過桌遊店三天 在秘密的空間裡頭 每回就呆上了兩個小時 而基隆市長林用昌 今天也難得說出了重話 要求停課的國三級高三學生 給我乖乖待在家 為了要防止這個疫情的傳播鏈 持續在基隆擴大 基隆市政府也下令 從今天開始 針對基隆市人潮聚集 最多的廟口夜市 從今天晚上六點開始 停業一個禮拜 基隆廟口夜市 破天荒開始停業一週 為了防疫 攤商也只能咬牙苦撐 冷凍庫一打開 滿滿都是庫存 畢竟防疫當頭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也才公布 基隆市十七號又新增六個本土案例 幾乎都跟萬華有關 擔心疫情擴大 滑滑機停業 景點停開 市長林用昌 謹慎一對 就算有明確感染源 也不敢掉以輕心 尤其前一天公布的高中生 按1554市區趴趴趴灶 根據基隆市政府公布的確診者足跡 其中一名高中生曾經兩次來到位於 校二路的這間桌遊店 前後一共停留了四個小時 而且店內還有提供飲料服務 大大增加感染風險 光是這五天 就有三天都去桌遊店 而且每回一待至少兩個小時 其他還有餐廳 室內飲料店 至於這名高中生的媽媽 她則是在麵包店上班 足跡相對單純 我也在這邊特別要求 我們國三跟高三的這些同學們 要乖乖的給我帶在家裡面 不得外出亂跑 那放防疫假 停課不是給大家出去玩 市長林宥昌難得說重話 雙北疫情拉緊報 臨近的基隆市 力拼手術防線 華視新聞葉豐瑋 戴龍賢基隆報導